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布了外孙女的照片 混血外孙女看起来十分可爱 翁静晶接受了香港媒体的访问 分享自己第一次做外婆的心情 她表示这是人生阶段 要有平常心对待 她又称 小女儿不是公众人物 想孙女过平常人的日子 这两年对于翁静晶来说 可以说是喜事连连 去年五月 自己再次加入豪门 紧接着八月迎来小女儿的婚礼 最近小女儿又生下外孙女 今天小新就来给大家分享 其女子翁静晶的故事 翁静晶出生于越南 父亲是名商 爷爷也曾是当地知名的首富 在多处都有房产 可惜的是 翁静晶还不满一岁时 父母的婚姻破裂 母亲带着她前往香港发展 来到香港后 母亲再婚嫁给了富豪刘远全 其实翁静晶的母亲 也算是名门之后 不仅长得美丽动人 还研修过儿童心理学 掌握多地方言 凭借出众的外貌和过人的才能 母亲开着自己的赌场 与何鸿燊很早就成为了朋友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翁静晶本可以当个名副其实的小公主 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 翁静晶的童年没能拥有过多母爱 母亲十分严厉 经常责备她 对于彼时的翁静晶而言 家庭不是什么避风港 而是她想尽快逃离的求劳 遗传了父母美貌的翁静晶 从小就很有自己的主意 十几岁那年 翁静晶想做模特赚钱 于是她偷偷地将自己的照片 寄给了电视周刊 没想到她真的就被导演一眼相中 就这样 年纪尚小的翁静晶参演了电视剧 走进了观众的视线 而让她真正被人熟知的 还是与张国荣 陈百祥合作的电视剧《贺彩》 年轻时的翁静晶清新脱俗 不知是多少男青年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在电视剧《贺彩》中 翁静晶与陈百祥因戏生情 不过尽管陈百祥对她爱得死去活来 对年纪上小的翁静晶而言 不过只是暧昧而已 真正与翁静晶走向婚姻的 是彼时的香港武术大师刘家良 两人恋爱的事情轰动了香港娱乐圈 因为刘家良比翁静晶大了整长三十岁 这在外人看来十分不可思议 事实上如果细想翁静晶的成长经历 或许就能理解她的选择 从小没有父爱的翁静晶 在新的家庭中也得不到母亲的爱 而年长又细心的刘家良 填补了她内心缺失的父爱 就这样 两个陷入爱河的恋人 在冲破重重阻碍后 终于如愿结婚 婚后的翁静晶宣布吸引 生下了两个女儿 安心享受家庭生活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因为刘家良收入不乐观 翁静晶一家生活得十分拮据 倔强的翁静晶决定出山工作 这一次她决定卖保险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 翁静晶早已成熟很多 即便是面对这样全新的工作 也能得心应手 因为名气大 很多人都找翁静晶买保险 她很快变成了公司的销售王 1994年 刘家良不幸被查出临发现肿瘤 需要人常办身边照顾 于是翁静晶辞去工作 一边照顾刘家良 一边进入香港大学 攻读法律专业 毕业后 翁静晶成了见习律师 去了自己好友林静晶开的律师行 在港媒的报道下 两人的关系并不一般 经常被小报拍到同进同出 当时翁静晶方便和刘家良分居 自己独住一个单身公寓 2001年10月2日 林静晶在翁小姐的公寓楼离奇坠亡 根据翁静晶的陈述 那天林静晶在窗边抽烟 烟头掉了 他俯身去捡烟头 而失足跌落的 而港媒则普遍相信另一种说法 即林静晶坠亡 是因为刘家良上门捉肩 林静晶见状躲进阳台 慌忙之下 失足从楼上跌落的 据说夫妻关系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两人曾一度传出离婚的消息 不过后来刘家良被查出癌症 离婚一世也再没有后闻了 翁静晶最后还是陪着他 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日子 2010年 翁静晶陪伴癌症晚期的丈夫 领取金像奖终生成就奖 2013年 刘家良逝世 算是给翁静晶的第一段婚姻 画上了句号 前夫去世6年后 翁静晶与何游彪结婚 嫁入豪门 提起何游彪 可能对他并不熟悉 只是从名字可以判断 他似乎是赌王家族的人 赌王家族的发家记 要从何世文讲起 上上个世纪末 何世文来到香港闯荡 并与妻子生下了四子一女 作为犹太人的后代 何世文的孩子都十分聪明伶俐 其中最被何世文看好的 就是长子何东 作为家中老大 何东不仅学习成绩 名列前茅 做起事来更是文中踏实 转战多个领域后 何东赚得盆满钵满 成为何世文最引以为傲的儿子 而何游彪正是何东的曾孙 此外 何东还有个弟弟叫何福 何鸿燊便是何福的孙子 这么看来 何游彪应该算是何鸿燊的堂职 何东家族的直系后人 不同于赌王何鸿燊家族 生活上比较低调 很少引起网友的注意 直到2019年6月8号 55岁的翁静晶和54岁的何秋彪 在香港举行婚礼 然而在婚礼上宣布 将与丈夫捐赠全部财产 不留给下一代 一时震惊全港 翁静晶与何秋彪在2014年相连的 恋爱五年后才结婚 也算是一段经过深思熟虑的婚姻 对他来说能在后半生再次迎来幸福生活 也算是完满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